圣若汉维也纳 我们的榜样我们大家都可以更尽心尽力地把基督的爱 借着我们的福物把它传扬出去 让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弥撒庆典 各位弟兄姐妹在弥撒开始的当儿 首先让我们大家认罪虔诚地举行圣计 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姐妹 承认我在私言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我罪我的重罪 为此恳请终生统真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姐妹 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 圣灭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请大家祈祷 全能仁慈的天主 你曾使圣若翰维亚纳 在牧林工作上 具有操纵的热忱 求你帮助我们效法他的榜样 并赖他的带导 以爱德赶召众人归向基督 来日也能与他们共享永恒的幸福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和你及圣神 是为以天主永生永望 阿们 攻读耶勒米亚先知书 这是上主传给耶勒米亚的话 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 凡我对你说的话 你都要写在一本书上 上主这样说 你的创伤不可治疗 你的伤口无法医治 没有人愿意调理你的创伤 无药可使你的伤处收节 你所有的爱人都忘掉了你 不再追求你 因为我像打击敌人一样 以残酷的刑罚打击了你 因为你太不易 你的罪恶增添不已 为什么你还要为你的创伤 背好你的创伤 以不可治疗 因为你太不易 你的罪恶增添不已 我才这样对待了你 上主这样说 看 我要转变雅各伯帐幕的命运 黏黏他的家世 好使城市仍建在自己的山上 宫殿依然耸立在自己的远处 从那里发出送谢的歌声 欢乐的呼声 我并使他们繁窗 人数不再减少 我要显耀他们 使他们不再受人轻视 他们的子孙必要像昔日一样 在我面前重新建立自己的机会 凡压迫他们的 我必予以惩罚 他们的元首 将是他们中的一个 他们的统帅 将出自于他们之中 我要使他前来接近我 他必与我接近 因为谁敢冒性命的危险 来与我接近 上主的断语 这样你们必做我的人民 我必做你们的天主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上主必定重建西雍 且要显现于自己的光荣中 上主 万民必敬畏你的圣名 普世列王 必敬畏你的光荣 因为上主必定重建西雍 且要显现于自己的光荣中 他必垂顾穷苦人的祈祷 也绝不拒绝他们的哀嚎 上主必定重建西雍 且要显现于自己的光荣中 因将此事写出流传给后世 叫新生的人民赞美上主 因上主由至高圣所俯视 由高天之上垂顾人间 为倾听俘虏的哀叹 为释放待毙的囚犯 上主必定重建西雍 且要显现于自己的光荣中 愿你仆人的子女生活安康 愿你们的子孙在你面前永远昌盛 为在西雍传出上主的圣名 在耶路撒冷宣扬他的光荣 那时万民都要聚集在异处 诸邦列国也要来朝拜上主 上主必定重建西雍 且要显现于自己的光荣中 福音前欢呼 阿雷路亚 阿雷路亚 拉比 你是天主子 你是以色列的君王 阿雷路亚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攻读圣马斗福音 主 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 有法利塞人和经师 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跟前说 你的门徒为什么违反先人的传授 他们吃饭时尽不洗手 耶稣便叫群众过来 对他们说 你们听且要明白 不是入于口的使人污秽 而是出于口的才使人污秽 那时 门徒前来告诉耶稣说 你知道法利塞人听了这话 起了反感吗 耶稣答说 任何植物 凡不是我天父所种植的 必要连根拔除 由他们吧 他们是瞎子 且是瞎子的领路人 但若瞎子领瞎子 两人必要掉在坑里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在差不多两年前 我很有幸的能够到法国路德去朝圣 在这朝圣的旅途中 我也到了亚尔斯 阿尔斯这个地方去拜访了圣若汉维亚纳的 他所服务的这个地方 他在那边服务多年 当时我看到了他所居住的地方 他的那个堂区 在当中呢 也对他有更深一层的了解 也从中得到了一些启发 在这边呢 想和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他的生平世界 圣若汉呢 是在1786年 在18世纪 生于法国 他从小呢 就一直想当一位神父 为教友们服务 可是蛮年轻的时候 他就已经进入了这个修院 可是他其实在学术上呢 不是很理想 他的学术能力呢 是一般般的 所以在读了几年之后 当时他的这些教导他的神父们的 都对他有一些质疑 不大清楚 他应不应该当上神父 可是在当时呢 他的主教就对他有了这番话说 他说 圣教会不仅需要有才学的师多 更需要的是有圣德的师多 那当然这句话主要是来说 虽然是若汉呢 他的学术能力不是很强 可是只要他的品德 他的圣德是好的 他能够把很多人带到基督跟前 所以他的主教呢 对他有这个信德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德 因为在他被当上神父 被禁夺当神父之后呢 他真的是非常有牧林精神 在如果你对他生平事迹 有一定的了解 第一个 每个人很熟悉的就是 他在当神父的时候呢 用很长的时间 每天呢 来帮教友听告解 据说他每一天 可以听告解 长达十多个小时之久 那我是一位神父呢 我很多时候都有听告解 我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其实听告解呢 在我们的 对于我们的精神上呢 是蛮有压力的 所以听了差不多一个 两个钟头之后的告解呢 你会觉得很累 精神上很累 那这个圣洛汉呢 他能够每一天呢 听了十多个小时的 这个告解呢 我相信他肯定呢 心中都是充满着 天主的恩宠 借着基督的精神 基督的能力呢 他才有办法 这样子的为教友服务 第二个 在他的生平事迹 比较出名的是 其实每天晚上呢 据说他都会 有这个恶魔呢 在实体上的来拜访他 所以呢 每天晚上呢 他都会受到恶魔的折磨 用很多方式 很多声音啊 奇怪的声音啊 或东西在移动呢 甚至呢 在其中一晚呢 他睡觉的时候呢 这恶魔呢 竟然把他的床给烧起来了 所以如果你到这个亚儿师 现在去拜访他 以前所住的这个 非常简朴的房间里面 你可以看到 还是一个被火烧的这个床路 这个就是说当时 就是恶魔所烧的 这个地方 所以呢 可是他 每一天时不时都是要 跟这个恶魔在纠缠着 可是他没有 把这个呢 当做是他需要注重的 反而呢 他所注重的 总是他和天主之间的关系 他还是不断的相信 天主的力量 他完全没有被 这个恶魔的拜访 影响了他的生活 影响了他的信仰 我觉得这个呢 是对我们教育来说呢 是一个很重要 可以去反省 去取发的 所以呢 借着他的生平事迹呢 让我们从中可以学到 我今天邀请大家 去反省两点 第一个 就是我们的牧林生活 正如当时他的主教呢 所说的 我们教会不一定是需要 有才学的师夺 更重要是要有圣德的师夺 那当然在挑战呢 是给所有的师夺们 可是这个也是给所有的教友 我们教友呢 不一定是要有才学 或不只应该有才学 即使我们对我们的信仰很有认识 这更重要我们要问 我们是否有圣德 我们是否有把天主所教的良好的品德 在我们的生活上呈现出来 第二呢 就是我们是否有对天主 有足够的依靠 那当然有些教友也有曾经和我分享 有时在他们的生活里面 可以体验到一些不是很干净的东西 可以可能听到一些声音啊 奇怪的声音啊 或者是在家里面 总是感觉上有不净的东西的存在 那可能我们可以从 这个圣若汉维亚纳的这一边呢 学习一点榜样 他完全没有被这个恶魔的存在呢 影响到他的信仰 我们大家呢 也要提醒自己 我们如果是教友 我们都是领过喜 借着领喜呢 我们已经领受了基督 进入到我们的心里来 我们是强有力的 所以即使很不幸的恶魔来拜访我们 我们应该坚信 我们有那股力量呢 可以克胜这个恶魔的存在 我们要相信 我们有基督的力量在我们这一边 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祈求 圣若汉呢 为我们大家带导 让我们能够永远 借着对基督的信仰呢 我们可以活出一个良好的基督徒的生活 我们也可以不断的 借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呢 去把基督分享给大家 我们今天也特别为所有的师徒们带导 我们祈求 圣若汉也能够启发所有的师徒们呢 更加的把基督的爱分享出去 上主万有的天主 你赐给我们食粮 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大地和人类牢刻的果实 卖面饼呈献给你 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 愿天主永受赞美 双主万有的天主 你赐给我们饮料 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类牢刻的果实 葡萄酒呈献给你 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料 愿天主永受赞美 各位兄弟姐妹 请你们祈祷 望全能的天主圣父 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 望上主从你的手中 收纳这个圣祭 为赞美并光荣祂的圣名 也为我们和祂整个圣教会的益处 上主求你接纳你子民 为纪念圣若汉维亚纳而献上的礼品 愿这赞颂资计 为我们带来永远的救恩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请举心向上 我们全心归向上主 请大家感谢主 我们的天主 这是理所当然的 祝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 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 实在是理所当然的 并能使人得救 你借着诸圣令人惊奇的信仰 使你的教会不断革新和成长 并给我们提供了 你深爱世人的佐证 你借着他们杰出的榜样 激励我们追随基督 你因他们热忱的转求 帮助我们做你救恩的生活见证 为此 我们随同所有天使和圣人 欢欣颂你 高声向你欢呼 圣圣圣 上主万有的天主 你的光荣充满天地 欢呼之声 响彻云霄 奉上主名而来的 当受赞美 欢呼之声 响彻云霄 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 你是一切圣的根源 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 圣化这些礼品 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 圣血 他甘愿舍身受难时 拿起面饼 感谢了分开 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吃 这就是我的身体 将为你们而牺牲 晚餐后 他同样拿起杯来 又感谢了 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喝 这一杯就是我的血 新而永久的蒙月之血 将为你们和众人请留 以赦免罪恶 你们要这样做 来纪念我 信德的奥己 基督 我们传报你的圣子 我们歌颂你的复活 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 上主 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事于复活 向你奉献生命之两 救恩之杯 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 侍奉你 我们恳求你 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 并因圣神合而为一 上主 举你全面普世的教会 使你的子民 协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 我们的主教 五种主教 以所有主教 以及全体圣职人员 都在爱德中 日趋完善 去你全面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姐妹 并去你全面我们的祖先 和所有去世的人 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荣 去你全面我们众人 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 同真荣父玛利亚 他的敬佩圣若赦 诸圣中途 圣若汉 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 共享永生 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 赞美你 显扬你 全能的天主圣父 一切崇敬和荣耀 借着基督 协同基督 在基督内 并联合圣神 都归于你 直到永远 阿们 我们既遵从就着的训事 又承受他的教导 才敢说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 但求救我们免于凶恶 上主 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 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 更求你大发慈悲 保佑我们脱免罪恶 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 使我们千层期待永生的幸福 和救主耶稣的来临 天下万国 普世权威 一切荣耀永归于你 主耶稣基督 你曾对宗徒们说 我将平安留给你们 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 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 但看你教会的信德 并按照你的圣意 使教会安定团结 你是天主 永生永望 阿们 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现在请大家 互助平安 圣父平安 除免赦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垂怜我们 除免赦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垂怜我们 除免赦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赐给我们平安 请看天主羔羊 请看除免赦罪是罪者 蒙招来赴圣宴的人 是有福的 主 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灵魂就会痊愈 在此邀请所有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静默片刻 神领圣体 我祖耶稣 我真心全心 在身体上市内 我爱你超过一切 我渴望令你到我心中 既然我现在不能失灵你 请收我生命身体的恩典 愿我完全与你结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大家祈祷 上主我们在今天 圣若翰维亚纳的纪念日 领受了天上的食粮 请你赏赐我们借此圣事 获得力量 再是效法圣人 为主作证 来日同享永远的福乐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圣子、圣神 降福你们 阿们 弥撒礼成 感谢天主 感谢您的心灵同在